最近鱼妈的延禧攻略 活了端庄的复查皇后秦兰 勾起满满记忆的贤妃蛇尸脉 不屑皇帝只爱皇后的纯妃王院可 再加上预告中似乎与鹰落写着有神秘关系的高贵妃 这怕不是一批着宫斗剧外衣的百合剧吧 这也能够审估计是因为皇帝也是存在感满满自恋吐槽 自带剑表功能还会被小宫女气到跳脚 相比甄嬛传里的雍正 这皇帝一看就是深受宠爱直接上位的 历史上的乾隆的确也是独得祖父康熙宠爱 甚至传言他老爹能得到皇位 都是因为这个好儿子可可扯远了 宁远这世纪天下两仓后第二次饰演乾隆帝了 成功凭这个角色再次走入了大众视线 但是要说人家终于红起来 这我就不乐意了 人家当年人气可是丝毫不输现在的流量们的 塑造了多少俊秀的古装小哥哥啊 天下两仓中不那么精致的造型 也挡不住小哥哥的帅气 当年还是水当当的呢 撒娇脸表情包上挫花叫价对狼里对外并烟烟 实则精明腹黑的七三公子 和当年演职巅峰的黄毅短短二十集讲述了五对有情人的爱情 放现在起码也得六十集网上 而且现在也很难在电视上 见到这么江南韵味的剧 随堂英雄传里的冷面寒枪翘罗城 小白马小白甲再加上小白枪